名人搜身 梁友琦包藏撲克牌當幸運物 六萬耳機不離身 梁友琦日前來台宣傳新專輯 隨身攜帶的裝備都和工作有關 這一個你們猜是什麼東西 這很像一個Bunk 好了它是這個耳機 你不要看它很普通 其實這種專業的耳機 要買的話是很貴 這很貴的耳機其實是同事賠罪的禮物 因為我在去年的香港演唱會的時候 我在結束了整個演唱會之後 他們才跑來告訴我說 GG你知道你在台上 這兩場演唱會用的耳機 都不是你本身用的耳機 你本身用的那個耳機 在開場之前給我踩爛了 試鏡一條 因為唱歌的人常常要保護喉嚨 因為很容易進出那個冷氣的地方 試鏡又是非常好收藏 我給你看喔 這麼大一個試鏡 然後它可以摺到好小 你這邊可以用快鏡嗎 因為我要慢慢摺 就這樣子 捲捲捲 捲捲捲 它捲成一個好小的 好小的死鏡 女明星必備墨鏡 然後這個太陽眼睛是一個 欸 為什麼只有殼 眼睛在哪裡呢 欸 眼睛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不好意思 她用女明星 預備的化妝包 欸 化妝包裡怎麼放一張普克牌啊 原來這是她去西班牙 與公婆欣賞魔術表演的意外禮物 她變完魔術之後 她就整個普克牌就飛到觀眾席裡了 然後就剛好到我的手上 然後欸 我們都覺得這很幸運喔 那個魔術師他們的偶像 然後他們覺得很喜歡的 然後就覺得這個普克牌是很珍貴 我要學那個魔術師把它藏在後面 沒有嗎 對不對 欸 欸 欸 沒有 然後就 另外一段新聞 GG還是乖乖唱歌吧 報導